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仙逆》 作者 尔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377集 天意弄人 漠然间,一个声音从周如体内缓缓传出 王林,你骗我 这声音呢,是王林十九年来从未听过 他,属于李沐文 王林身子一颤,猛地回头 探见了一幕让他悲愤欲绝的画面 婉儿,你 只见周如身上的白芒瞬间浓跃到了极限 紧接着,周如的魂魄从肉身之上飘出 被白芒笼罩,缓缓地落在了四周 王林 婉儿想见你 想陪着你 可婉儿本该就是一个死人 若是一吞噬这孩子的魂魄为代价 让我苏醒 对他来说太残忍了 这十九年 我感受着这孩子一点点长大 看见他,就好像看见了自己的孩子 王大哥,我不忍心 婉儿很傻 让你失望了 李慕婉在苏醒的一刻 终止了吞噬周如魂魄的举动 而是以原因之力把他的魂魄震出身体外 没有周如魂魄 此刻的肉身已然被死意笼罩 李慕婉的原因在苏醒的瞬间立刻暴露在了天道之下 而且他的原因正在慢慢的崩溃 王林身子一动 瞬间出现在周如肉身旁边 右手迅速点在周如的眉心 顿时,李慕婉的原因缓缓地从周如肉身内升了起来 他睁开双眼 望着王林眼中露出十九年前的柔情 他应我要好好照顾自己 李慕婉轻声说道 他抬起手想要触摸王林的温度 但手在碰到王林的瞬间变得透明起来 他脸上露出一丝悲哀 望着王林轻声道 周如是个孩子 不要为难他 这一切是我自己的选择 此刻 天道使者身子一跃 从异境所化的鼓身身旁穿梭 来到了王林的上空 伸出右手 抓住始终停留在半空的巨大轮盘 一波之下 顿时 轮回之力再次出现 那轮盘传出一股巨大的犀利 向李慕婉笼罩 王林猛地抬头 他的双目露出到了极致的寒毛 说道 没有我的同意 别说你不是天道 即便真正的天道法则 也休想在我生前把他带走 他一点眉心 天逆珠子出现 右手一照之下 李慕婉的原因被天逆珠子收入 随后沉浸他的眉心之中 消失了 天道使者深深地看了王林一眼 烧情之后 他眼中露出一丝茫然 身子慢慢消失在天地之中 转眼间 天空云层与那轮盘一同 无影 王林蒸蒸地望着周如的肉身 狂笑起来 只不过他的笑声 透彻悲凉 透彻疯狂 我王林与天道 两次对抗轮回 却没想到 最终却输在了天意之上 天意 天意弄人呐 王林右手一点 落在一旁周如的魂魄之上 一照之下 把他的魂魄扔入肉身 随后狂笑着一跃而起 消失在了天边 只留下一声声 悲凉的笑声 在天际回荡 王林走后 小白从远处 小心翼翼地飞来 他本被王林封印 但在天道使者的撞击中 风印碎裂 这才逃了出来 此刻看见王林离开 立刻飞到周如身边 一双虎眼露出悲哀之色 伸出舌头 舔了舔周如的小脸 小白 别闹了 我要睡觉 周如喃喃自语 小白一睁 立刻高兴地咆哮一声 叼住周如的衣服 身子一跃而起 带着他远远地离开了这里 月星上 出现了一个疯癫之人 此人捧头垢面 口中时常吐出天翼二字 他所过之处 凡是妖兽 一旦阻入 全部身亡 天翼 我王林胜了天道 却被天翼息怒 一年后 一个雨夜 雷鸣之日 月星极东之处 一座高耸入云的山峰之地 这个疯癫之人站在那里 抬头望天 雨水哗啦哗啦地降临 洒向大地 落在他的身上 顺着他的脸颊低落 何为生 何为死 我王林一生在杀戮中渡过 画凡中感悟生死天道 看生之生 看死是死 知晓着雨从天而降 出生于天 死于大地 周易前辈的痴情 先是女子的苏醒 她二人的情动 她生 她死 她死 她生 让我明白了 看生不是生 看死不是死的含义 劫难中心生 让我感受到了生的变化 周儒的生死徘徊 万儿的生中有死死中有生 这一切天衣造化 却是让我王林终于明悟了 原来 看生还是生 看死还是死 十九年的时间 王儿 谢谢你让我明悟 原来世间之事 逝去的就让它逝去 存在的就让它存在 就如同这雨水一样 它出生于天 但却不是死于大地 在大地中 它会新生 它会使得植物生长 会使得雨雾弥漫 这种种的变化就是生 我放不开父母之魂 放不开你的离去 而实际上 对于父母我没尽孝道 对于你 我也从来都是被动 死情虽真 但却更多是一种责任 一种感动 王林父母的魂魄 从他眉心飞出 慈祥地望着王林 慢慢地消散了 他们并未魂灭 而是进入到另一种 生的境界当中 小白 叔叔到底在哪儿啊 周如坐在小白的背上 手中拿着一串果子 小白大脑的一晃 低吼一声算是回应 自从一年前 周如苏醒后 他便再也没有看到过王林 只有小白陪伴着他 此刻 小白拖着周如 行走在一处山脉之间 就在这时 忽然 地面一阵颤动 小白立刻警惕 低吼着退后竖着 地面震动越来越强 漠然间一条好似蚯蚓 放大了无数倍的生物 突然从地底钻出 带起一阵剧烈的呼啸 昂着头指向周如 这生物露出地面的部分 便有十多丈长 全身同红 称竹节状 看起来极为可怖 周如的脸上 没有半点害怕之色 反而有些兴奋 他把手中果子一扔 拍着小白的头说道 小白 这次你可要看仔细了 能不能找到叔叔 又看这一次了 小白眼皮一翻 低吼一声 望着那巨大的蚯蚓 这十多丈长的蚯蚓 身子一动 化作残影 呼啸而至 张开大口 狠狠地向着周如吞来 他的速度极快 带起一股腥风 尤其是头部裂开大口 里面长着无数锋利的牙齿 若是被他咬中 定然尸骨无存 周如脸上半点害怕之色 均无 反而越来越兴奋 大眼睛看都不看 那蚯蚓一眼 而是抬头望天 甚至小白 也没有再次退后 一双虎眼中 露出一丝嘲讽之色 就在那巨大的蚯蚓 呼啸而来的瞬间 只见天空之中 漠然间出现一个巨大之物 死无翁的一声 轻刻间从天而降 以难以想象的速度 一下子便来到了周如身前 这赫然就是一个巨大的蚊子 他那充满寒芒的口气 一动间 疯狂地刺在了蚯蚓身上 一甩之下 那蚯蚓深埋地下的半截身子 一下子便被蚊兽全部拽出 抛向天空 这时 蚊兽的身子再次移动 口气好似利刃 一晃之间便从蚯蚓的头部 深深刺进 一息之下 这整个蚯蚓顿时身子萎缩 血肉精华全部被蚊兽所吸 蚊兽把蚯蚓的尸体甩出 轰的一下落在远处大地 他低头看了周如与小白一眼 翅膀一挥 飞上天空 向远处飞去 小白 追 快追 周如立刻喊道 小白也不犹豫 立刻奔跑起来 文兽是一年前的 王林离开时放出 让他保护周如的安全 他不愿见周如 但却不会把他独自放在 这危险的月星之上 这一年来 文兽已经无数次的救下周如 周如也从开始时 看见此物害怕 到现在 看到文兽后 觉得亲切 好似看见了王林一般 对于一年前发生的事情 他没有任何记忆 甚至于身体内 曾有李牧婉元英一事 也再也没有记忆 好似从来没有发生过一般 这是王林 再把他的魂魄放入肉身的瞬间 所抹去的 周如是一个无辜的孩子 他不该承受李牧婉苏醒失败的代价 王林也不是迁怒之人 所以他把周如的这些记忆抹掉 还给他一个完整的人生 这是 王林的心始终沉寂在一年前 他不想面对周如 这种心情较为复杂 周如找不到叔叔 心里很难受 于是便开始了寻找叔叔的旅程 月星对王林来说太小了 可对周如来说 确实很大 这一年 他与小白几乎是走了大半个月星 虽说始终没有看到王林 但周如却感觉自己距离叔叔越来越近了 可惜啊 小白的速度与文兽相比还是太慢 没过多久 天空之上便没了文兽的踪影 但周如知道 只要自己遇险 那么这只大蚊子会第一时间赶来 哼 大蚊子飞得真快 小白 你速度太慢了 周如愤愤地望着天空 小白委屈地咆哮一声 按道 那大蚊子可是天上飞的 他要是在地上跑 我一定比他快 周如正要继续说话 忽然呢 四周微风一吹 落在人的身上带着暖印 周如一睁啊 他看了看四周 低声道 小白 你说奇怪不奇怪 差不多每过三五天 这里都有一股暖洋洋的风吹来 每次吹到身上之后 我都感觉身体里也暖乎乎的 不吃饭也不会饿 小白脑袋一晃 嘀吼一声算是回应 周如的寻找之旅 始终在继续 他却不知啊 此刻王林在那山峰之顶 收回了神石 这一年来 他虽说癫狂 但却没有忘记周如的安全 时而以神石扫过 每次神石扫过后 都会在周如体内送去一道灵力 使得周如不会有饥饿之感 王林抬头望着天空 此刻的他双目极为明亮 这种亮在他的眼中从未出现过 那是一种可以穿透人心 看破生死本质的目光 生死易解 原来如此 这世间之物 若我想掌握便可掌握 王林右手向前一照 顿时天空的云层移动之下 全部向着他的手中凝聚 转眼间一个拳头大小的云球 出现在他的手心之上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 玄幻修真小说 《鲜秘》 作者 耳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